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亲爱的朋友 宁夏所收听的内容 由火水顾问公司制作 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内容同步刊载于 双河湾的网站还有杂志上面 今天凯宇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 在升旗书店的日子 出版社是马可波罗 这本书其实是非常适合 在春天的时候 大家以一个很轻松的心情 不管是你带着某种淡淡的疗愈的需求 还是你想要打发时间 我想这本书 我个人觉得它是 尤其对女性来说 是疗愈系书籍的经典 而且是首选 今天我邀请到的来宾 是马可波罗的行销企划佩颖 佩颖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佩颖 这本在升旗书店的日子 其实是在2011年的12月出版的嘛 对 那出版到现在 其实我发现它的出版时间并没有很长 可是呢 我大概看了一下简介 当然我也把整个故事这样读完之后 我发现呢 它还蛮具有那种 我们说日本人写的疗愈系小说的那种传统 在那种人性 尤其它想要诉求的对象上的刻画上 其实还蛮细腻的 各位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一个故事 和它想诉求的对象是谁 好啊 谢谢凯宇 就是其实这一本书啊 在升旗书店的日子 我们之所以会在年末的时候推出 其实也是 就像刚刚凯宇讲的 它有一个疗愈的效果 春日阅读 对 因为我们忙了一年之后 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故事 那升旗书店的女主角 它就是贵子 我们来看看贵子啊 他在生命当中 面对到怎么样子的故事 那我们这本书的一开头很有趣 因为一开头就是 贵子跟他男朋友在一个餐厅里面 然后他的男朋友跟他说 哎贵子我要结婚了 大家注意听哦 是我要结婚了 不是我们要结婚了 或者是请你嫁给我吧 还是我想结婚 都不是是我要结婚了 在那个当下 贵子才发现说 原来我的男朋友 有其他的女朋友 而且还不是第三者 因为贵子他自己才是 对 然后他就顿时觉得 怎么会这样 就是有一种被雷劈到 愣住的那种感觉 那在那个当下呢 他就觉得 他突然开始觉得人生 有转弯的感觉 是因为他回去仔细思考之后 他觉得他自己 不是那么成熟事故的女生 就是可以 无所谓的面对这一切 我觉得他是被推下悬崖了嘛 对 不是转弯而已 而且更糟糕的一点是说 贵子的男朋友 跟他男朋友真正的女朋友 都是同一间公司的人 那其实 大家可以想象说 当你面对这么尴尬的状况 情何以看 然后这样子的 前男友跟他女朋友 都在你的办公室 你可能每天都要面对 然后他们要结婚的事情 你也是每天都会听到 就会很多人跟你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办法承受 对 那在那个当下他就开始思考说 我还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他的选择是 我不要了 他等于是同时放弃了他的感情 同时放弃了他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因为你知道日本嘛 他就开始想说 要不要回家 那他家里就是在乡下地方 那离开东京 这个选择对他来说 第一个是 好像就认输了 就是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要对这个 我的人生 跟我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努力 我都放弃了 其实简单来说 很难交代自己的家人 然后尤其是你想想看 江东父老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你回到家乡之后 大家问你说 诶你怎么回来啦 然后你在东京发展得怎么样啊 他其实就 他下意识的也很不详 所以他也萎靡了一阵子 那直到他妈妈打个电话 告诉他说 其实他们家有一个误书 误书这个角色 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因为误书 他妈就告诉他说 误书在日本东京的神宝丁 有点像是 呃台湾的光华商场 或者是旧书店街 这样一个地方 开了一间二手书店 然后他就问说 误书小时候也很喜欢你 那现在既然你还不想回来 你要不要到 申起书店那里去帮忙 那柜子想了想 好歹也是在东京 对 他就决定说 那我过去那边看看 对 就是等于是抽离了 他现在的生活 到申起书店去 然后他在申起书店里面 跟误书的相处经过 就是因为其实是 很久没见的亲人 当然刚开始就会有一点 生疏 那他进入到申起书店之后呢 他就先开始帮忙 他就是做结账 做整理的动作 那透过在申起书店里面的一些互动 他开始慢慢的就是 第一个是他开始想 他过去那段生活 接着他就开始进入申起书店的生活模式 因为他刚进入申起书店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是觉得就像局外人一样 他并没有很认真的在这里做生活 而且他原本不是一个 很喜欢阅读的人 所以活在一个书堆里 又跟一个伯父上 实在是 就是从书里面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么爱看书 所以很多 就是书里面提到的很多书 很有名的日本大作家 柜子一刚开始 他谁 就是他有那种感觉 然后又把他丢在一个 都是书的环境当中 他其实刚开始是不太适应的 那又刚好他正在整理自己的心情 过了一阵子 他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之后 他开始正视自己 到底现在所处的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的时候 才慢慢的开始 就譬如说书里面有提到 他在躺在家里的时候 突然看到 角落有一本书 《一个少女之死》 然后他心念一转 然后就去拿起来看 然后才慢慢的发现 哇这本书好好看 我在这边插播一下 我记得你刚才讲的那一幕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似乎像是一种斗败的攻击 当然我这是用男性的角度 然后女性可能不会用 斗败的攻击这个词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 被人家抛弃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抛弃 然后很挫败 离开自己的工作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等等的 然后躲到误书的书店里 然后我记得那一段描述是这样 就说他突然 在那边其实已经待了几天了 然后到一个晚上 你知道夜深人静 又睡不着 这个是让在低潮的人 最难熬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脑子就很多的想法 然后很多的挫败 低潮挫折 都不知道怎么过生活跟日子 然后他那时候脑袋就灵光一闪 脑子又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 如果这时候有本书就好了 可以让他打发时间 对对对 就是他突然大叫一声 诶 我不就是生活在书店里吗 然后再去找 就是这个时候 他才突然意识到说 诶 原来书的功能是这样子 而且我的现在的生活环境 就是一间书店 对 然后他就去拿了 靠他最近的那本书 就有一种服务的感觉 对 就是突然抱上去了 对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 往后你就会发现 柜子突然开始爱看书了 对 然后也找到了书的乐趣 那也透过书跟书店 他就结交了很多 对 以前不会看见的朋友 对 那我觉得 他这个朋友的部分呢 就是升旗书店 这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因为他跟东京 其他地方不一样 就是在神宝町这个地方 大家的互动是紧密的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对我们可以想象说是 假设那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台湾 用这样的角度 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对 就是那是一个 我们知道邻居是谁 我们知道那个咖啡厅的 老板娘是谁 我们知道这个书店的主人 他背后有什么故事的时代 那其实升旗书店所营造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他在那里 就是受到很多人的照顾 就不止书还有人 就是在书本里面 在跟人群的互动当中 他慢慢的找回他自己的自信 那因为从疗愈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会说 这样子的伤口已经消失了 而是说 柜子他自己慢慢可以接受 自己受伤这件事情 也愿意开始去正视说 我受了伤之后 我是不是要自己 好好的疗愈他 然后让那个伤口慢慢的愈合 所以我们看到书后面 会觉得说 其实那样子的事件 对于柜子的伤害还在 只是他学会了怎么样 用释怀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那从他学会了 怎么看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小说后面 会告诉大家柜子已经要离开 升旗书店 那那个离开不是说很决裂 或者是很难过 而是我们发现 升旗书店已经达到 他要做的那件事情 阶段性任务完成 对 就是他治好了柜子 在这方面的失落 然后送着他离开 那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柜子的离开 是充满自信的 对 至少可以说 他敢于面对自己 过去的状况 然后往前走 其实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就会觉得 虽然我不是女性 如果从男性的观点 其实如果大家 用心去体会一下 它是共通的 因为不要去分男性女性 其实当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或低潮 或者是一些冲击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往往不是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它 往往是在于说 我们怎么样先去接受 它就是我生命当中 出现的一个现象 而且不要在第一时间 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说我就要很坚强 就是要去解决 或者是就要一定能够去解决 或者就一定要能够去理解 我觉得这都太过分了 第一步我们先接受 它就是我们一个现象 可是说实在 讲接受这两个字 讲得很轻巧 很轻松 对 真正的一个接受 我觉得往往是先从 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内心 或者是自己的肉身 跟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事件 先能够拉出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铺排 我觉得很能够符合现况的部分 就在于 其实当我们能够像柜子一样 碰到这种冲击的时候 事实的不是选择认输 然后退败 而是把自己 当然这个书里 感觉好像柜子是认输退败 可是我觉得 它有一点是歪打正早 我必须这么说 就是说它到了一个 能够接受它的现况就是这样 能够滋养它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他刚去升起书店的时候 每天睡十几个小时 那你说 物数也没有关他 对啊 就是让他去睡 对啊 虽然还是会唠叨 可是那种唠叨 你可以感觉出来 他不是在指责你 而是其实是提供给你看事情的另外一种观点 对 你可以选择 用睡觉去度过你的低潮 你也可以选择把眼睛打开来 看看这样的一个书店街 或者看看这样的一个书店街的人 其实生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这么纯朴的一个小地方 它虽然是在可能东京的边缘 可是它还是一个 你可以生活众多选项之一嘛 那谈到这边其实哦 佩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因为你刚才谈到物数比较少 你知道物数他能够去扶持这样的一个书店 能够给柜子这么多的滋养 跟他这个人的形象跟特色 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吧 因为物数他这个角色 他出现的时候呢 大家就一刚开始想说 怎么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年老头 就出现了 尤其是他是用一个很喧哗 有一点点像欧巴桑那种感觉 是欧颈桑啊 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刮躁 我们看起来觉得他有点刮躁 然后就出现在升旗书店的门口迎接柜子 那他就是用一个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开朗的 然后很有体贴心的叔叔的 那样子的一个形象 因为你从他的唠叨当中 你会发现说他关心柜子 可是他又不会去直接问你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就是不停的跟你碎念一些很多生活上的琐事 应该说他关心但没有过分涉入 我们会发现说你还是觉得他有在关心 而且最后爆点就是他突然抓狂 因为乌书突然抓狂 要去揍柜子的前男友 对 太可恶了 那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像我们认识的 某一些年纪比较长一点的男性友人 他们可能就是 就是听你讲听你讲听你讲 然后陪你 然后陪到最后他说不行 好我去帮你打那个人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 就觉得我好像也认识乌书 那乌书的故事其实他在书里面也会提到说 他也面对到他曾经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浪子 对 然后在回到日本之后呢 决定接下他自己爸爸的旧书店 然后也有一个妻子 那他跟他妻子是在国外认识的 就是在自助旅行的过程当中认识 那现在他的太太也离家出走 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乌书他本身 他有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他在柜子身边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扶持的角度 然后用一个长者来看待自己晚辈的角度 来帮他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 那乌书他在书里面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点 就是会转换那个柜子的心情 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场所 让柜子能够进入去疗伤 第二个是他一直推荐柜子可以多看一点书 再来是乌书爷把柜子引荐给升旗书店周遭 沈宝丁的很多友人 他让他的整个生活是更丰富的 然后最后呢 他把柜子带到前男友面前 其实不是真的要去打那个男朋友 而是说我们来解决吧 有这种感觉就是 不管你是怎么难过 那我们勇敢面对他 因为他也知道说柜子那时候等于是半逃开 对 这样子状况 他就把他带到当事人面前 对 那之后当然也没有真的打他或什么的 而是你就会发现说 他去面对他的前男友之后 柜子才接着继续可以往前走 对 其实谈到这边 让我想到两本书 都在谈疗愈 那这一本当然是我们说 女性经验的疗愈首选 那我提到的另外两本书 是男性疗愈 也是可以很棒的选择 就是像东京铁塔 这个我在韩蛮造以前 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一本书 我觉得 为什么我特别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在想 把阅读作为一种 去转化自己人生境遇 和面对很多事情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处在一个更好的频率 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透过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有声书品 能够作为一个给大家阅读上的建议跟引导 就如同什么呢 这个就如同小弟在下我就是那个 偶基上 那个悟书 那你是不是贵子 我不知道啦 但是如果你不是贵子 你是某个林木一郎男人的话 那我觉得 东京铁塔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哦 佩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其实悟书带着柜子 去面对他的问题 重点不是怎么解决 因为事实已经在那里了 他已经是无解了 他敢去看 对 那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 也是我前一阵子 跟大家做分享的 就是老男孩 这个从男性的角度 这个老男孩这个故事里面的 这个小男生派特 他也是一个算是被校园霸凌 然后他的这些长辈 教他 不是你真的去讨回什么公道 而是你敢去面对的态度 就足以让会欺负你的人 不敢再继续欺负你 或找不到任何继续欺负你的理由 不管事实是如何 你在心理上 你已经自我肯定了 我觉得这个是 万流不失其中的 因为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 很多的困境苦楚 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 其实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走过来的 并不是说在客观事实上 比如说我如何讨回了一个公道 而是在于我在那当下 我去面对了 或者是尽管有一点时间差 但结论就是我去面对了 我没有逃避 这样子人生才能有 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吗 对啊 因为其实像柜子 去找他前男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他前男友的角色 其实是很怯懦的 对 因为他不敢直接说 我劈腿 对 或者是承认 他就一直觉得 我们没有啊 他在里面 甚至他还想要脚踏两条船 然后想取恩之福嘛 对啊 当柜子真的去面对他的时候 这那个前男友居然就觉得 我没有是你想太多 嗯 那你就会发现说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的 感情的难关的时候 其实 连柜子前男友的 现任未婚妻 都处理得比这个男生 但我没有歧视男性的意思 没关系 我告诉你 很多 很多男性面对感情 都是这副鸟样 对你就会发现说 但说无妨 他的那个未婚妻来找柜子的时候 都跟他讲说 其实我有发现 然后我决定 我不要这个男生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透过这样子的行为 柜子第一个 他走出来了 第二个 他突然看到 哦 原来他是这样子的人 嗯 然后再者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误书 嗯 误书的出现 让他觉得 诶 有一个人这么的维护我 嗯 然后有一个人 对我这么的好 就是帮 大半夜的 骑机 就是坐計程车 硬是杀到人家家 就是那种维护的心情 是会让 很多低潮的人 分外感动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 譬如说你今天 给我一杯水 如果我今天 已经喝得很饱了 我可能就觉得还好 可是如果你在 我很渴的时候 给我一杯水 那个感动是 很难去形容它 对 我想哦 其实女性 终其一生 她要面对 要处理的一个 重要的关卡 就是关系 嗯 不管是亲密关系 还是亲子关系 还是家庭 还是朋友 那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虽然 柜子的故事 是以 这所谓的亲密关系 那他跟他的 感情上面的处理 为切入 可是呢 事实上 我觉得里面有一段话 我想哦 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的最后 我很想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想 如果在这个耳机前 或者是在speaker前的 你是一位女性的话 那我想这本书哦 和的这一段话 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力量 这段话我为各位念哦 这是悟书 跟柜子说的一段话 他说 我希望你不要害怕爱人 在你爱上某人之前 要尽量喜欢不同的人 就算这当中会产生悲伤 也千万不要因此决定 终其一生都不再爱人 我很担心柜子 会因为这次的事 而放弃爱人 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过的人的记忆 绝对不会从心中消失 甚至永远都会带给人 心里的温暖 等你活到像我这样的岁数 自然就会明白的 念到这边 好 那当然最后 很谢谢佩颖接受我的访问 也谢谢凯宇今天介绍这本书 是 在升旗书店的日子 其实呢 他虽然说的是一个女性的经验 但我相信 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需要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活在真空当中 我们都会有其他人在乎我们 或我们会在乎其他人 那希望呢 在这样的时间点 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如果你处于低潮 他会带给你很大的力量 那如果你不是处于低潮 那这本书 我想 你读完之后 你会知道怎么样扮演好一个 支持别人的角色 谢谢各位的收听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 拜拜